今天看的是美中贸易战 现在看起来谁怕谁 那这个习大大吃着衬头铁的心 压根对于协议的进程 直接反悔了 那川大大直接开战25%生效 未来观察的重点是 另外3000亿还没有科增高额关税的项目 其中就包含了iPhone、iPad 到底未来会不会走向 这个全面性25%关税的局面 然后同一时间 中国大陆跟美国的霸权的战争跟竞争 很大的转折 关键是2000年 2000年中国加入WTO 当时的主政在美国的政治领袖是克林顿 克林顿夫妻非常亲中 而中国在加入WTO之后 整个经济快速成长起飞 那个时候朱镕基跟隆永图 在WTO协议里头 曾经承诺过许多事 然而他们都跳票了 我们看一下川普最新的说法 What I'm doing now with China WTO and they became a rocket ship You got to take a look at a chart sometime Do it It'll be very interesting An economic chart They're here and they went up like a rocket ship Well they did it with our money And others And they did it because they're very smart And they're good people And I like the president a lot He's a friend of mine But I'm representing the USA And he's representing China And we're not going to be taken advantage of anymore We're not going to pay China 500 billion dollars a year 好川普我接连播了好几个影片片段 都是川普这几天的谈话给观众朋友看 那王浩道哥 川普其中谈到WTO之后 我们给了中国很多好处 很多favor 那于是乎中美贸易逆差扩大 我整理给观众朋友看 美中贸易逆差额 200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贸易逆差的总金额不到1000亿美金 各位观众朋友这个单位都是美金 那最新的贸易逆差 其实是拉高到5000亿美金 所以2000年之后 这个缺口不断的扩大 而这个扩大的缺口就是贸易逆差 再来再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为什么今天我们讲中美两个霸权 2000年的时间序列在这里 2000年地球上的老大叫做美国 2000年地球上的老二叫做日本 2000年中国大陆整体的GDP排在这里 那从绝对数字上来讲 冤墨是日本可能是一半左右 所以呢2000年的时候 美国人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 那特别是克林顿亲中政策 这个让中国加入WTO之后 给了相当多的协议跟开放的条件 然而18年后过去 2008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中国经济正式超越日本 所以呢 现在呢 中国整个GDP约莫是美国的六成 全世界地球上老大是美国 老二是中国日本回到老三的位置 所以刚刚看到的影片 川普认为WTO之后的政治领袖 乃至于欧巴马 都对不起美国人 对这个问题讲中美关系 过去40年的发展 这里面经济是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确实政治战略的判断 也是有很大关系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最早尼克森跟中国交往 是为了联中抗苏嘛 那后来这个 这个80年代 雷根时期 也是以联中抗苏的这个 作为主要的战略目标 后来因为六四天安门的关系 曾经美国是要对中国进行制裁和抵制 很短一段时间 但是呢 后来美国国会 就是每年都要为 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辩论 但是每次他的这个总统 当时是老布什总统嘛 都要求国会延长 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让中国 继续保持改革开放 继续能够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体制 那克林顿总统上台的时候 他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 他对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鹰派 他实际上是反共的 因为克林顿总统 当总统之前一次中国也没去过 但是他来过四次台湾 他是这样对台湾很友好 但是呢 他上台以后 他很快地改变了政策 他也接受了布什的意见 就是要把中国 纳入美国的经贸体系 让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开放 只有通过跟中国交往 才有可能让中国国内的政治和平演变 才能够使得中国自由化 经济自由化 才能导致政治自由化 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是过去40年 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一个主导性的理论 对 那么在这个框架底下 在经过1990年代将近五六年的时间 中美谈判WTO 曾经我前两天有提过 朱镕基1998年去美国的时候 跟克林顿谈没谈成 回去了以后又谈了两年 这个终于谈成了 那么这个中国进入WTO以后 美国国会就不能每年重新检讨 中国的最会国待遇了 所以就变成一个永久性的 中国可以这个得到各种关税优惠 同时呢 外商对中国的投资 特别是全球国际大企业 对中国的投资大量增加 因为在WTO之前对中国的投资 主要来自台湾和香港 真正这个国际产业链 在中国建立起来 像这种大的国际公司 把他们的产业链 从各个地方搬到中国去 是WTO以后发生的 对 因为有这种关税的优惠 有这种稳定性 有这种团游资保护 所有这些跟着配套了以后 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些大企业就说 我们现在去中国投资了 所以我昨天不是有说过 中国的出口 将近45% 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 然后40%是中国的民营企业 国营企业只有17%左右 这个是跟WTO有很大关系 对所以川普说WTO是最烂的协议 是美国跟中国签过最烂的协议 川普说我绝对不会去签一个烂协议 然后他说因为WTO这个协议 让中国立刻变成火箭 经济快速起飞 成功的用我们的钱 而且不断的成长 然后顺便又赚我们的钱 所以他把这一笔账回头去算克林顿的账 算欧巴马的账 都是民主党这一些卖国贼卖美 就在台湾大家在讨论的是谁卖台 在美国大家讨论的是谁出卖了美国 对这个他倒也 民主党也不能说他们出卖美国了 他们只是有意识的选择了一个 跟中国友好把中国看作是战略合作 伙伴的这样一个战略思想 那么在这个战略思想下面执行的 经济贸易投资政策 那么把中国扶植起来 把中国经济开放做起来 把中国的整个GDP增长起来 美国人认为中国富有了 中国就会改善这些贸易公平条件 就是政治也会跟着民主化 整个战略思想是这样的 但是到了川普把这个战略思想发生变化了 说我们过去数年都被你们骗了 所以我们前两天讨论白邦瑞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非常的对你们友好 我们要让你们改革开放 我们让你们挣到钱 然后希望你们能够接受我们的民主自由制度 希望你们跟我们是战略伙伴 结果后来发现你们更独裁 你们更反民主反自由 你们基本上是挑战我们的全球霸权地位 你们是我们的战略敌人 那这个变化确实是川普带来的 美中两个霸权全面开战谁怕谁 然而以这次美国围堵中国大陆来讲 同一时间贸易战开打 而这个礼拜其实台湾关西法 应该说台湾保证法过关 也打台湾牌 那另外一个过温柜点名的战场在香港 所以现在看起来整个亚太跟印太 围堵中国的战略 可能从东北亚到南亚一个都跑不掉 对这个台湾保证法 现在美国是众议院过 参议院还没有过 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因为众议院是没有反对票 那参众两院的内容稍微有些不同 所以参议院过了以后两边还要协调 协调好了以后再让总统签嘛 所以这个众议院过了以后 昨天中国人民日报发表评论院文章 表示强烈抗议嘛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台湾关系法的升级版嘛 整个从军售 从FTA到美国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都会有一个极大程度的升级 如果你严格按照台湾保证法来执行的话 所以今天蔡总统对这个也做了直接的回应嘛 这个对台湾的跟美国的 亲美的外交路线跟美国的关系 是会有很大的提升的 这个当然了 这个台湾内部一直有反对力量 是不是说台湾要坚持亲美 友日和远中的政策 还是亲中友美的政策 这个一直是一个很大的内部的分歧嘛 那当然国民党的候选人 是一直希望把台湾拉得亲中嘛 跟中国关系绑得越紧越好 那民进党是希望台湾跟亲美嘛 跟美国关系绑得越紧越好嘛 所以这个两方面的拉扯 最后在这个2020的总统大选方面 实际上是一个直球对决嘛 那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美国跟中国的新冷战 我一直是把它定义为美中新冷战 大家要知道美苏旧的冷战 也不是一天之间爆发的嘛 1946年开始一直到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 北战和苏联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 然后在经济上两边都有自己的这个block 这个是有一个将近十年的过程 并不是一开始就恶化 那中国跟美国也是一个过程 就是这两年中美关系是逐渐恶化的 而且是冲突的区域越来越多 一个是区域越来越多 从北韩到台海到南海到一带一路到北极 现在 另外一个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各层面的冲突 那么这种状况总体是在恶化 而且这个恶化的速度远远超过大家的预期 那么本来大家以为如果这次贸易战达成协议的话呢 使得中美关系的恶化程度可以放缓 但是如果这次贸易战是进一步恶化升级的话 那么中美的恶化程度是会加快 像两边现在几乎每天两边的高官都在 找各种借口在骂对方 这个最倒霉的是美国国务卿 他几乎中国政府官员几乎每天在公开骂他 他现在成了中国的这个人民公敌第一号 但是我想整个这个问题对于台湾来说 真的是很关键 就是在你是不是真的有像有些人说法 说我们中美战争中台湾不要选边站 台湾要保持中立 台湾要跟两边都要挣钱 两边都要友好 我自己感觉这个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得到 以现在的局面来讲是很艰难的 对 不可能做得到 就像刚刚整理给观众朋友看来讲 以台湾来讲 你有跑出来的你没有这25%关税 你没有跑出来的不好意思25%磕 就是说没得选择 然后呢再来香港呢 香港因为一国两制正式回归了 所以我刚刚讲的 香港如果在美国人眼里是中国大陆其中一个城市 那请问香港以后25%关税可不可 对 现在的这个问题 中国实际上对于香港的压迫 大家也知道第一中联办已经公开说了 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只有一国没有两制 对 第二这个把香港拉入到这个深圳这个 粤港澳特区 整个经济跟中国绑得越来越紧 对吧 第三这个香港这个所谓遣返这个 遣返这个人士的这个法律如果通过的话 这个对于香港跟中国整个司法体系绑在一起 就是又很明显 那再加上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贸易关税的问题 美国给香港是一直有豁免的嘛 但是很大可能美国不豁免的话 那整个香港的整个自由港的地位 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一定崩盘嘛 我现在猜测 假设越港湾特区 被美国人定义成中国大陆制津区 对 那你要不要对中国大陆制津区 可25%关税 对 那就会回到刚刚讲的 对 那香港过去可以经济长远的发展 小渔村可以变成东方之珠 跟他是免税天堂有很大的关系 那你的免税天堂的身份不在 而且身上肩膀上背着25%关税的时候 你还能够跑得动吗 对啊 这个问题真的是对香港是很严重的 就是台湾有面临这个问题 香港更严重